等你起床 你妈会告诉你的 我也算是跟你有交代了 我挂了 别别 你别挂 到底怎么回事 我妈怎么找到你的 我向你保证 我绝对没给她说起过你 真的 守口如瓶 我羞于其耻 也不愿意得罪 拜拜 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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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胜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依然很美 但眼睛里却藏了太多的故事 三十一岁了 却连一个男友都留不住 他再次感到了现实的无奈 他无力改变什么 也无法对王百川说明什么 都是成年人 与其当面对峙 是让彼此难堪 不如主动走开 免于羞辱 有诚意就拿出行动 这个年纪的女人 都该明白语言的苍白 我跟小凡可说好了 他同意你们俩分手 妈你这说也不跟我说一声 你就擅自去见她 人家小美好不容易才接受我 你这么对她 她会怎么想我 她爱怎么想她怎么想她怎么想我也管不了 我宁愿你现在恨我 也不愿意将来吃到苦头的时候埋怨妈妈没拦过你 我真的是喜欢她 他们家什么情况我都清楚 我也清楚 我也清楚将来以后要面对的是什么 你清楚 你现在年轻气盛 你哪知道生活有多不容易啊 那个樊家他就是一个无底洞 儿子你现在要身家千万 妈保证你一句话不说 问题是你现在刚刚起步 你交这样的女朋友她不但帮不了你 她肯定拖累你 这点事你还想不明白你 妈 知道什么你知道 小美 你手机关机了 我知道你是想逃避 但我绝对不答应就这么分手 我妈的态度不等于我的态度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有信心跟你在一起克服 我知道我们之间的问题是什么 这两天啊 我忙着给寻家的公司落实样品的赶工 我想与其说好听的话 不如更加地努力工作 用我的行动来表态 小美 你相信我 只要我的收入复复有余 你家里的事情就能解决 我妈就可以不用担心了 你也不用再受这样的委屈了 听说你跟我妈见面的事了 本想第一时间追回上海去 可是客户那边是国外的单子 要得急 必须得亲自盯着 我想来想去 还是得先去工厂 小美 对不起吗 小美 对不起吗 你原本不需要承受这么大的生活压力 你妈说得对 是我连累你 谢谢你 谢谢你理解我 小美 你终于开机了 小美 你以后不要再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话 我爱你 我已经爱你半辈子了 只要我跟你在一起 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愿意承担 只要为了你 小美 你要我干什么都可以 喂 小美 你听到了吗 小美 小美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晚 眼睛没告诉你 是想给你个惊喜 给你拿了早餐 傻瓜 我新公司离家挺近的 以后不用来接我了 那怎么行啊 第一天去新公司上班 我可能得送你 再说了 每天都能见到你 干什么都有动力 小曲给你介绍生意 对啊 我一开始也以为她在开玩笑呢 结果发过来的资料 看着还是有模有样的 所以啊 我一想 这不是有熟人兜着吗 多少也算是个机会 我就帮忙给她找了一家公司 出了样品 约了今天下午 给她把样品送过去 小曲这个人不坏 关键时可以喜欢帮人 就是她这个人吧 天山爱捣乱 做事情是无法无天的 生意归生意 平时呢 别走太近 免得吃亏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在关心我 怕她又找我的茬儿 第一次啊 我那是顾忌你 才让她得逞的 那是给她面子 不过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给她 第二次机会的 那就好 小曲这个人吧 唯恐天下不论 尤其喜欢对别人的 男朋友下手 不是不信你啊 我是觉得她有你的手机号 如果她打电话给你 你是不是 小美 你放心 不接电话 我的借口很多 我的眼里只有你一个 小曲她手段再多 也没用了 小美 嗯 之前我妈的事情 我替她向你道个歉 对不起 但我向你保证啊 今后我一定加倍努力地工作 谁天生都不是穷命 你再忍忍 今天年终 我一定想办法把房子手复复了 让咱们在上海有个家 不好意思啊 化妆耽误点时间 没事儿 我乐意等你 小美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我可以吻你吗 不行 因为你说错话了 什么叫我今天特别漂亮 好像我哪天不漂亮似的 你每天都很漂亮 今天格外地漂亮 你这 不让我吻你就是酷刑哦 我好不容易化的妆 不能让你破坏了 我得让你看一天呢 我心坏了香水 要不要闻一闻 喜不喜欢 这清代十大酷刑 我看你是想让我尝一个便哪 我今 怎么多人哪 小美